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圣分析员小桃 周日的视频 我们就来对本周的一些宏观数据 包括财报来做一个展望 好吗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 还是要留给大家5秒钟的点赞加留言时间 这一周我们能不能做到全情不逃课 就看这期视频大家的点赞数量 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有和大家分享过 应该怎么去处理现在手里的特斯拉 然后底下看到这一位观众的留言 我想针对这条留言 再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一位CEO说到因为基本面而买 并且自己是长期投资者 也没有因为股价的波动 而改变对基本面的看法 但难受的是 现在没有做空 却天天就好比在做空 看见大家狂欢 自己的账户却天天被血洗 这种落差一个月可以 现在快两个月了 会坚持下去 但也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 首先我非常理解这一位CEO的感受 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 明明我自己没有做空 大盘在上涨 但是自己手里的个股却在下跌 如果大家一起跌也就算了 问题就是其他的个股在上涨 自己手里的个股在下跌 这种落差一个月可以 但是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认为自己会坚持下去 但是两个月所积累的这些负面的情绪需要释放 我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给大家一些参考 第一点 只要我们是人 我们就一定会有情绪 所以有情绪是正常的 但是在股市里边 这种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累下去 并且自己没有办法找到释放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种情况并不健康 最终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 从而影响到我们做出冲动的决定 而在股市里边 往往一个冲动的决定 事后去看它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那这种情况可不可以避免 我认为是有办法 什么办法通过卫星策略 以指数基金 比如说标普500为一个核心 然后围绕着这个标普500去展开 可以买一些相对风险 比较高的一些标的或者一些基金 我自己的猜测 这一位CEO会有这一类的情绪 可能因为自己大仓位 全部在特斯拉身上 当我们重仓一支个股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 这其实就是投资个股的风险 包括重仓一支个股 所给我们带来情绪上面的压力 所以容我斗胆的猜测一下 可能对于这一位CEO来说 仓位和对于基本面上面的理解 包括对于这一支个股的conviction 并不是非常的匹配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周将会发布财报的一些公司 这一周无论从财报 还是从宏观数据来说 相对比较平静 所以大家尽情的享受这一周的平静 从下一周开始 我们又会要讨论小飞浓 又有大飞浓数据 小飞浓大飞浓发布完之后 下下一周又会有CPI数据 又是一个轮回的开始 好吧 先来看一下星期会发布财报的一些公司 盘前会有理想和Domino Pizza 理想算是在所有电动车车企里面 走是相对比较好的一支个股 相对比较强势 这其实也和理想的基本面有关 星期的盘后会有Unity和Zoom 稍后针对这两家公司 我想稍微展开聊一下 然后星期三的盘后 还会有Snowflake和Salesforce Salesforce这家公司 可能会和AI有一点相关 从这家公司的本身来说 差不多一年半两年之前 公司开始裁员 开始有激进的投资者进来之后 公司也出现了180度的反转 股价也从低位开始出现了 非常大幅度的反弹 和奈飞一样也是先通过裁员 然后使得公司出现了一个turn around story 然后我们先来聊一下Unity 彭博对于这家公司的看法 苹果刚刚推出的Vision Pro 这个头显有可能会利好Unity 这个平台 因为会有更多的游戏开发者 用他们的这个平台 为Vision Pro去创造更多的游戏 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广告业务 这一块的收入将会继续受到压力 我记得在Unity刚上市的时候 很多我们行业内的一些CEO 都和我们分享说Unity这家公司 它的护城河非常的高 对于这家公司 我确实做过一些基本面的调查 护城河确实比较深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以来 特别是从他们上市到现在为止 我们会发现一家公司的护城河 最后和这家公司管理出来的结果 包括他们的财报并不一定一致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比起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所在的行业 包括他们的一个护城河 更加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这家公司的财报 从他们上市以来 我起码有追过八到九个季度 我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个季度 突然之间他们在广告业务这一块的营收 少了一亿美金 一个季度少了一亿美金 因为公司内部的一个失误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这一亿美金好像是慢慢的追回来了 但是原本他们公司的CTO 那一位女的高管好像再也不在了 再到前段时间 公司认为他们有这个定价权 提出涨价的这个看法 直到整个社区开始抵制 让公司放弃这个想法 这一类的误判决策上面的失误 包括公司内部的失误 我认为都是致命的 所以前段时间CEO下台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公司内部 从管理层的内部开始出发 去改变整个公司 最重要的是可以改变投资者 对于你这家公司的看法 从数据上去看 现在市场对于2024年营收的这个预期 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平均的增速在8%至9%左右 但是他们的这个毛利润率还不错 现在市场的预期 整个2024年 平均的增速应该是在13%至15% 然后通过裁员 现在市场的预期 整个2024年 所有运营上的一个花费 应该可以保持在 5.1亿至5.2亿美金 如果毛利润率可以保持 两位数的增长 总共运营上的一个花费 可以保持不变 这样他们的opening income 运营上的一个盈利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现在市场预期 运营上的一个亏损 将会从这一个季度 第四季度 负得1.7亿 至明年的第四季度 负得8100万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家公司 Snowflake 这边有两组数据 上面一组是调整之后的 每股收益 下面一组是 会计准则上面的每股收益 也就是未经季度调整的 每股收益 在上周的一期视频里面 有一位CEO问我 会计准则和非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别 我们到底应该关注哪一组数据 我有在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过 对于大多数的公司来说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 主要是集中在SBC股权激励 但是更加精确的一个解释 应该是非会计准则反映的是 公司内部他们自己的看法 认为他们的公司盈利 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而会计准则就是 全球统一的这个标准 使得每一家公司 我们都可以横向去比较 非会计准则准确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横向比较 所以取决于行业的不同 一家公司它会计准则 和非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别 可能不仅极限于SBC 那我们到底应该更加关注于哪一组数据 这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 但是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关注这一家公司的会计准则 我在说的简单一点的话 就是非会计准则 是公司用自己的这一套标准来写财报 而会计准则是全球所有的公司 都用这唯一的一套标准来写财报 所以从长期的角度 更加应该关注会计准则 而从短期的角度 比如说一家公司刚刚做完收购 刚刚做完收购的公司 我们可能应该更加关注 它非会计准则这一块的盈利标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Snowflake 经过调整之后的EPS 25年26年27年 分别是1.12 1.72和2.8 明显是已经盈利 如果根据这一个标准 调整之后的PE市盈率 当下是在302倍 25年和26年分别在205倍和133倍 按照27年EPS63%的这个增幅 向前看的这一个PE市盈率 27年应该是在60倍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 当下这个302倍的调整之后的市盈率 是不是贵 或者27年60倍调整之后的 这个市盈率是不是贵 而反之如果我们去看 他们快取准则的EPS 现在市场预期 25年到27年 这家公司将会继续亏钱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公司的股权激励非常的高 刚刚过去的那个季度 股权激励一个季度在3亿美金 而那一个季度 他们的毛利润有多少 5亿美金 也就是毛利润里面 60%全部是用在SBC上面 也就是这家公司 确实营收的增速非常的不错 毛利润的增速也非常的不错 EPS增速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这家公司稀释也非常的多 然后是ZOO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营收增速 现在市场预期 这一个季度在1% 2024年整个全年营收增速在3% 未来三年营收增速分别在3% 4%和6% ZOO和Unity其实有一点相似 大家可能并不认同ZOO的这个护城 和和Unity一样的深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两家公司的管理层 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ZOO的问题是在2023年第一个季度 他们的营收增速从上一个季度的21% 下降到12%的时候 这时候市场就已经开始担心 ZOO营收增长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说实话公司并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策略 这家公司财报 我也跟过好几个季度 一开始公司所给出的一个指引是 我们将会从内部开始 内部去做一些创新 但是经过了公司内部 三四个季度之后的创新 管理层可能发现 营收的增速不能靠公司的内部创新 因为没有办法创新 然后我们发现 接下去几个季度的财报会议里面 管理层说 也许我们会通过收购的这个方式 来增加我们的营收增速 收购的这个想法 到现在为止 起码也已经有三到四个季度 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 非常明确的收购目标 足足两年的时间 公司并没有解决 营收增速放缓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对于 未来三年营收的这个增速 都是低于6% 并且同时 Zoom又没有办法展示 他们在运营上面的一个效率 因为他们EPS这块的增速 比营收的增速还低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给出12.65倍的PE 26年13倍的PE 我认为非常的合理 而Zoom的股价也一直趴在地上 我认为是非常的合理 直到什么时候 公司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转 直到他们的营收增速 再次出现增速加快 无论是通过收购 还是通过内部的增长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周将会公布的一些宏观数据 最重要的应该是 星期四的PCE数据 现在市场预期 核心环比增速是在0.4% 这一组预期和最后的一个结果 应该相差不会非常的大 这也是为什么 从历史上的一些走势去看 市场通常来说 对于PCE的这组数据 并不是非常的敏感 一般来说市场的波动 都会反映在CPI身上 因为当每一个月的CPI数据 和PPI数据公布之后 PCE基本可以通过一些数学公式 就可以算出来 最后和大家看一下 比特币的一张技术图 在过去12个交易日里边 比特币基本是在 50500和53000 这个区间之内横盘 并且在日K线图上 50500的支撑 非常的明显 因为有5天的K线图 都却达到了这个位置 而通常来说 高位横盘其实是一个看多的趋势 而因为现在震荡的空间非常的窄 比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进去的话 其实下面试错的空间 或者试错的成本 其实并不高 这一类的进场点 其实就是在一个大趋势 大环境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去寻找一些小趋势 这些小趋势 可以通过一些图形 或者一些技术指标去找到 但是如果我们错的话 那就应该及时的做好止损 因为无论是交易还是投资 它永远都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概率达到100%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 对于自己风险的控制 最后是富途摸摸 为我们带来的新年大礼包 美国市场现在只需开户 并且入金6888 就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一股亚马逊的赠股 并且现在闲置资金 还可以获得最高年化8.1%的回报 加拿大市场刚刚推出了 RSP和TFSA的自主投资 现在只需入资100 就可以获得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5万可以获得7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的方法包括入金或者转仓 转仓的提倡达到10万 可以获得最高1550加币的现金券 就在上周 加拿大市场刚刚推出了合约交易 每笔合约0.9加币 最低每笔订单1.5加币 同时富途摸摸还为新人 提供了独家期权训练课程 加上他们还提供了全天24小时 都可以进行下单 16小时的交易市场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 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